二战德军MG-42,为德魂Mansky-Nandia-42的缩写,一起为机枪1942年型,MG-42为纳粹德国,于1942年研发并且就义,基本上是依照使用7.92毫米子弹的武器作为开发依据,并且准备取代MG-34通用机枪,不过最后是两款机枪,一起沿用到战争结束。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射速极快,被称为吉特勒的电锯,MG-42是7.92毫米通用机枪,原称MG-3441机枪,1943年的图尼斯会战德军首次装备该枪,命名为MG-42通用机枪,50年代,联邦德国将该机枪改进程,使用北约的7.62成为以51毫米枪弹,并重新命名为MG仪式。 一些原型MG-42是7.92毫米机枪,也改成使用北约7.62毫米枪的,MG-42机枪的另一重要改型枪是MG-37弓弹机构,不仅使用标准的DM1是弹链,也使用DM6是合美国的M13是弹链。 性能数据,生产厂商,德国盲色公司,口径,7.92毫米,出速,755米每秒,理论射速,1200-1500发每分,自动方式,枪管转后座式,闭锁方式,终结零件滚注式,发射方式,连发,攻打方式, 50发或300发弹链,绒带链,500发,全枪长,1219毫米,枪管长,533毫米,腾线,四条,用悬,全枪质量含量脚架,11.05千克,瞄准装置,机械瞄准具,配用弹种,毛色98是7.92乘以57毫米枪大, 有效射程,800米轻机枪,1000米重机枪,轻机枪组由三人组成,观察员,射手和装填手,使用易于迅速转移的两脚架MG-42,携带弹药不多,一般随般作战,突击时,轻机枪组的MG-42,能迅速换上75发原型突击弹骨,技术为班组成员提供火力支援,中型机枪组,重型机枪组, 则由四五名成员组成,使用三角可调支架,一般不配备突击弹骨,不同的是,重机枪组的MG-42安装了,能保证机枪火力更持久的重型枪管,MG-42站中射速最快1280每分钟,平均20秒的机枪,可靠性和压制能力极高,换枪管非常方便,只需要几秒钟时间,MG-42的缺点, 恰恰是由它的优点带来的,就是好弹量极大,机枪手往往连续扫射五秒钟,125发子弹就打光了,所以,德军不得不将三八点射和扫射结合起来,以打击更多敌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